浓缩了烤肉店秘方的三种烤肉,今天一次教学 五花肉作为烤肉的标配,基础调味下紫然粉增香,辣椒粉上色 抓拌均匀后用保鲜膜密封印制入味 鸡肉一般选择鸡腿肉,整至脊最嫩的部位 腌制的时候加点蜂蜜可以提升肉质 对于不规则的鸡腿肉最适合用保鲜袋腌制 牛肉最好带一丢丢肥肉顺着纹路切除头光的厚度 按照屏幕所示的调料进行腌制 蛋清可以锁水,淀粉可以嫩肉 悄悄地加上点芝麻油,按摩入味了烤起来更香 把腌制好的烤肉拼个大盘子 剩余的装进保鲜袋,冰箱保存,随吃随难 接下来就可以好好享受你快乐的烤肉时光 烤肉都是自带油水,所以只需要加热,不需要加油 比较厚的鸡腿需要捡一捡 烤的时候记得及时翻面,烤焦任何一块那都是最大恶极 最后烤到姿阿冒油,表面微焦,那就是最完美的状态 像这种腌制过的烤肉,出锅后不需要沾任何蘸料 直接包上生菜,一口一口地松入嘴里,真的超过瘾 一份让人无法拒绝的虾滑,那就必须经过油炸的洗礼 现成的虾滑不需要解冻,直接一整块裹上油炸三件套 建议你选择再大一点的盘子上处理,否则再小心你也抹不了一顿收拾 起锅油炸,选择一个有深度的锅,倒上半锅油 测试一下油温,冒小泡了就可以把虾排放进去 注意,这里用的是中小火慢炸 闲着没事可以捞一捞多余的油渣 整体油炸到筷子可以轻轻插入就表示熟了 看着是不是有点像炸猪排 按照这个距离切好背着 再往里打散两颗无菌蛋,背上一碟洋葱 再用生抽味淋白糖加一点清水调一份姜汁 没有味淋可以用红糖将米酒顶上 热好锅先倒入酱汁煮沸 放入洋葱稍微断生以后放上切好的虾排 转小火淋上鸡蛋液 持续小火三分钟可以轻微搅动 再转大火一分钟撒上欧芹 定型后出锅盖在米饭上 试问一下谁能拒绝这样一份华蛋虾排 表皮酥脆,内力Q弹 搭配清甜的酱汁,用来投喂对象的话保证一头一个准 感谢观看 香菇加盐焯水最后却能打开鲍鱼的吃法 用剪刀剪掉根地沿着周围把裙边修剪下来 片平香菇的内侧横竖再打上网格刀 大概5毫米像这个样子 改好刀就放在厨房纸上吸去正方两面多余的水分 剪下来的香菇裙边切成小丁 整个鸡胸肉切成小块打成肉末 加上葱姜末、蘑菇丁、食盐、料酒、生抽、蚝油各一勺 再来少许胡椒粉 调味后搅拌均匀备整 在香菇的外侧沾上玉米淀粉增加它的粘合度 排去多余的粉末放上肉馅摁压平整成一个弧形 肉馅的表面同样也需要沾上淀粉 起锅热油放上香菇盒子 先油煎碗格面定型以后再油煎肉面 每一面煎至金黄微焦就可以盛出锅 等待下一道工序 用锅中剩的底油炒香大量锁抹 加入生抽蚝油食盐调味翻炒 上色以后再加点生蒜和小米椒翻炒均匀 最后搭配着香菇盒子放在砂锅碗里 出锅前撒上葱花 这道行丝鲍鱼的香菇盒子一定要趁热吃 方凉以后油水太多就不大合适了 场上香菇盒大量炒入 炒到顺利炒的hésitez brauchenق Southern 朝锅炒入美容器 炒到新鲍鱼由首先不att 好亂 diplomacie 炒EST 炒大量未来盛 再放入米粉 加璨 倒入米粉 倒入米粉 加碎 起碎 煮沸騰 雞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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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